所以我們要趕快趕快送他去 這名穿著條文上衣男子 倒臥在菜市場內 整個人灰迷不醒 警銷人員趕緊把他 抬上救護車 他什麼要 我不知道 他說他自己自稱兼錢要 原來這名男子 就是被黃姓婦人迷婚 身上財務還被洗劫而空 婦人犯案時被跟監的警方 當場逮捕還不斷講辯 警方隨後 在婦人機車車廂找到男子 身上的財務 罪證確鑿 這時候的婦人還謊稱 東西是男子交給他的 警方調查發現 住在萬華區的黃姓婦人 專挑中年醉漢 問他們要不要喝飲料 會不會口渴 借機迷婚洗劫對方 從去年開始 警方就已接到超過9件以上 迷婚刑牆案件 錢哥雷雷的負責 最後一強盜 竊盜 詐欺等罪嫌 移送法犯 記者楊琪浩李玉涵台北市報導 麻省